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整天都是这样说的 你对小朋友是否自己亲手照顾 就一定感觉上是好些 我觉得每个妈妈都想 这是最理想的 但是事与愿违 你又要出去做事的时候 你就要假受于人 你就要靠别人对手来帮你 很多时候你回到家 你会发觉你的小朋友 为何会认识这件事 我不知道 然后那个奶奶知道 我就觉得 为什么不是我第一个 去见证到我小朋友 认识这件事呢 这是第一 第二就是 当些人说 你好了 有人帮你忙 你有空的 你不用做的 我就会觉得我很介意 因为 可能我心里知道 我不是一个库太默 我不可以每一件事都照顾到他 我已经心里有了这条刺 你还说多一句 你很有空 也不用你自己照顾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 其实我自己是有份照顾的 我一有时间我就回去 我没有时间我都会回去 甚至乎 我一天在办公室很忙 我会带孩子和孩子一起回办公室 但当人们这样说的时候 我就会很生气 很生气 有一次还因为这样 跟我妹妹就吵了两句 我觉得这件事 是我自己觉得很敏感 为什么敏感呢 就是可能在一些所谓的 比较完美的 照顾小朋友的方法 就是妈妈全都可以 由头到尾照顾了 我自己都是我妈妈全都可以照顾 我看到妈妈亲手照顾小朋友 是无微不至很多 你相比起在别人手上照顾的话 可能别人都已经处理得很好的 但始终是你自己的小孩 这件事我就会觉得比较敏感 但是真是没有两头利 我又不可以说 我又要你自己的上班要赚钱 又要所有东西 你的小孩都会知道 有时回到去 你会看到 你叫你的小孩给你抱 如果刚好有一天 他不让你抱 或要Nanny抱的时候 你肯定的心好像跌了落地 但要慢慢学习 又要放松一点 那天他不让你抱 可能因为Nanny手上 有些零食在那里 他想吃 又或者是 要自己想开一点 尽量做到多少就做 但这件事我是承认 我自己也挺敏感 做了妈妈这些短短的日子里 我觉得女人是很厉害的 最厉害不是因为你做到多少 是因为你可以看大片 你把自己的感觉 或者自己的需要 放到很厚 很多人就觉得 哇 你很大牺牲 但其实我觉得 不是一个牺牲 很多人就觉得 你打算小朋友 你现在对他好 他比他大 会疼你 或者外面的人 是一个完美的妈妈 你觉得这件事 是一个回报 其实我不觉得 当你付出 去为一个家庭 去安排很多东西 去计划很多东西 其实那一刻 你已经很开心了 那个回报 是即时的 我当然希望 我老公一直对我好 希望我的儿子 小孩很孝顺 但其实这些 我学习的 就是那些 在将来 已经是 bonus 你今时今日 你对那个小孩好 其实你的人 已经很开心 你的人 负责任了 你做人 有一个新的目标 这些已经是 你的即时回报 所以我觉得 不应该会觉得 以后 希望儿子 怎样成才 才能报答你 我们自己 去疼个小孩 我们自己 已经很开心 这份快乐 是没有人可以拿走的